第一个就是拿两个小亚铃 这样站立 肘部靠近身体不需要很重 这样向外旋 动作幅度不会很大 但是尽量慢慢去做 感受到后面肌肉发热 收缩 这样做十次很慢 注意最最最关键是肘关节靠近身体 这样做十次之后 换一个方向这样子平行握 继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了这个动作你可以做三组 我只演示一组 第二个动作呢 是可以躺在地上 镜头给过来 躺在地上侧窝 这个呢关键是 还是肘部贴近身体 手呢轻轻地拿这个哑铃 再次强调一下不需要很重 因为太重的反而不好 像男生的话有个三磅五磅就不错 女生的话一磅两磅 甚至拿一瓶矿泉水就可以 动作的要领的是肘关节贴近身体 然后呢靠这个肩部的力量 把这个哑铃向外旋转 上去的时候稍微快一点 下来的时候慢一点 可以数一二三 一 一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如果你哑铃的重量选择的 down的话 大概做到五到六次的时候 就已经有灼烧的感觉 是里边肩膀里面的小肌肉 那这是我们需要锻炼的肌肉 改善你的肩形 揪着你的体质 当然你可以侧面过来再再做一次 就这样这个镜头保持这个镜头 你看一下就可以 看 关键的是这里的小肌肉在运动 OK 同样每一侧可以做15到20次 做个三组 一侧三组 非常好的一个锻炼肩绣的方法